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常泰 我们进行Omic Graph for Mac的课程 这节我们学一下如何绘制线条 那本节主要有三个指点 首先是了解一下线条和形状的区别 接下来是知道线条的四种类型 最后是规范起点和终点的操作习惯 好 首先我们绘制一个矩形 接下来我们用线条工具绘制一个四边形 好 我们可以用Shift让这个绘制的线是平行或者垂直的 好 我们可以基于参考线 在尽可能和之前的接近一些 这里我是往上可以往上一些 好 按住Shift 然后可以按回车 大家可以按回车是结束绘制 好 这是我们对比一下 点击一下左侧 大家注意 它提示的是周边会有很多小的选择的手柄 这里我们点一下线条 发现其实只有两个点 最开始绘制的点是红色 然后结束的点是绿色 我们注意 形状是可以填充的 比如我们可以填充为蓝色 但是线条 我们点一下线条 发现是不可以填充的 所以形状是封闭的线条 线条就是线在平面上的自由进行绘制 它不是封闭的图形 此外我们之前也做过练习 线条可以连接两个形状 比如这两个巨型 然后同时可以随着形状的变化 这个线也发生变化 包括长短的方向都发生变化 所以在OMGARF中 线条可以用于绘制 同时可以用于连接两个形状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线条的四种类型 比如我们选择了线条的绘制工具 这时候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区有个线条 目前选择的是直线 其实一共有四种 包括直线 弯曲 直角和背塞的曲面 我们先看一下直线 比如我先点一个点 然后这时候可以任意选下一个点 比如这里再选下一个点进行连续的绘制 假如我想结束绘制怎么办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直接回车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结束绘制 那就是双击某个点 比如这里直接结束绘制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绘制线条的第二种类型 我们看到第二种类型是弯曲 我们点击一下 这时候开始绘制 首先点中一个点 然后开始挪动 比如放到这里再点击一下 接下来开始再挪动 这时候我们发现可以绘制曲线 比如在这里再点击一下 然后再挪动再点击 如果说你认为可以结束绘制了 可以点一下回车或者双击 好 当然这里貌似绘制了一个封闭的形状 但实际上还是线条 因为我们看到在填充这个属性中 是不可填充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线条的第三种类型 我们先选中线条工具 然后看一下第三种类型是直角 好 我们点击一下 比如先点中一个点 然后拖动 这时候大家发现 它会随着我想点击的第二个点 这个线条形成一个折线 好 比如我认为可以在这里结束绘制 然后回车 这时候它两个点之间 大家注意 不是通过直线或者曲线 而是通过折线来体现的 好 我们删掉直角的折线 然后尝试一下第四种 第四种就是贝塞尔曲面 好 接下来我们在画部中 先点中其中一个点 然后开始挪动鼠标 这时候我们发现 它们之间还是直线 这时候比如我再点击另外一个点 接下来还是直线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 用三个手指触控到触控板 然后开始往上或下拖动 甚至可以旋转 这时候发现 已经生成了一条曲线 这个曲线叫做贝塞尔曲面 好 比如我点击其中一个点 结束这点的绘制 好 我再点击下一个点 如果想继续画直线 就是默认一个手指触控 触控板就可以了 假如想绘制这个曲面 就是三个手指 可以继续绘制曲面 比如我想结束绘制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箭头的方向 我们先绘制一个矩形 然后对它进行复制 好 用option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用线连接它们 比如第一次是由上到下这样连接 第二次是由下到上连接 这时候我们看到选中这个线条 这时候我们先把它改成直线 好 接下来我们改一下它的箭头 我们改它们的右侧箭头为实行箭头 这时候我们看到它们建筑的方向不一致 本来我是画一个组织结构图 都是希望由上到下的 但是这个右侧是由下到上 如果说我们在编辑过程中 可能会忘掉这个线条的绘制方向怎么办 我们点一下 红色代表起点 绿色代表终点 好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本节的支点 首先讲了线条和形状的区别 形状是封闭的线条 线条是不封闭的 线条在我们的画幅中可以用来连接形状 接下来我们讲解了线条的四种位置 包括了直线 曲线 折线和背塞曲面 背塞曲面绘制方法是三个手指放到触控板 然后进行拖动 最后我们强调了起点和终点 要养成好的习惯 我们可以通过线条的两个颜色 来识别线条的方向 红色是起点 绿色是终点 好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